某一个物体 以每一秒钟25公尺的速度 水平超出 那这个G是向下的 地表上它水平的话 那千字的话它就加速度在这边 那它告诉我们加速度是10 问你 当水平位跟千字位相等的时候 是经历多少时间 好,其实这一题 反而我觉得可能会比达给你还简单一点 怎么说 它已经有告诉你水平跟千字了 共银思雨你已经就无形中这个双大就老了 你抛就抛出去 你就会建立一个水平坐标 一个什么?千字坐标 然后再抹一点水平位移 什么水平你从这条方 跑到水平位再抹一点这点水平位移 这个就是比相当的水平位移 那这一点相当的是它的千字位歪 结果它说什么? 是跟歪怎么样 这样的 那问题是经过了所有的时间 好 那么这个题目 你应该从它的问题 就是它就是 关键就要从它给你的条件来解 好 刚刚之前可以讲 这些话题你可以省略的 地表过去讲你已经好熟悉了 对不对 它是什么?等加速度运动 OK 是不是? 那等加速度运动 但是它是向量二维的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怎么去解呢? 怎么去解? 我们利用建立两个垂直的坐标 刚刚就讲一个是水平的等数 那等数它有讲吗? 速度已经是25.0了 一个是千字的等加速度 所以依照它的评论意思 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 假设某一个期时间的时候 S 这个S 是不是等于这个Y 来 对不对 那S怎么算? 来 水平S怎么算? 水平是不是等数的? 对不对 它等数每秒钟跑25公尺嘛 所以水平的位移 水平的S 就是等于V0等于T嘛 那V0就是我们初速25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为S方向小 水平方向小 水平方向小 尖子方向小 那铅子的位怎么算? 铅子的位用哪一个? 是不是用这个? 有时间呢? 是不是用第二个? 然后因为初速0 这初速是0 所以你就会等于V0T 加2分之ATP 这V0这个是0 所以你会用的是不是用这里? 就2分之1的A A是10 再整理T平方 好 这样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S要等于Y 就是这个S 25T 你2、3 两次再入1 所以你的25T 就会等于水平的位移 会等于千值的位移 OK 好 那这两次相等整理一下 那得到答案T是0或5 那我们要求的余异 其实就是这5 0的时候也是S等于Y没有错 可是 照他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你出位置的时候 而是问你 这里的位移 跟这里位移的时间 这后面的时间 所以答案是这5秒 第二点 当水平速度 跟千值速度相等的时候 问你水平位移 跟千值位移的比是多少 那从上面解题的经验 你算水平位移跟千值位移表 知道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两个人来比了嘛 知道时间你就把它带进去 看看水平位移多少 知道时间 你把千值位移 时间带进去 就知道千值位移多少 就可以解了嘛 所以 我们要把前面他这句话 水平速度 与千值速度相等 10 这个10是什么时间 把它算出完了 OK 所以我先一提 水平的速度 要等千值的速度 那你水平的速度 是不是一直都是25吗 等速嘛 对不对 那千值的速度呢 用哪一种 千值做什么运动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答对了 对对对对 好 这样可以振奋一些人的精神 好不好 有些人已经快晶倒了 OK 好 所以等加速度哪一个来算 算莫数 1或3嘛 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这要求时间 对不起 1或3嘛 那我们要求时间的嘛 用1嘛 所以我用1里面是V0加AD 那V0是不是一开始是0嘛 所以A是10 再乘点7 10是他假设 9点8间的近视值 来方便你处理 所以这个T 再过来 所以25会等于我的10乘以T 所以就算出时间是2.5秒了嘛 算出来 跟刚刚第一题的精神接近了 你要算这个水平位移跟千值位移的话 你要水平位移跟千值位移的话 怎么样 你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把它带进去嘛 水平的乘数 25乘以T 千值的 因为初速0 所以就2分之1GT平方 所以这里是25乘以T 但是这个T跟底下消掉一个了 我直接就消掉了 所以这边就是2分之1的10乘以2.5 我就不用平方了 OK 好 这下就自己来整理 你觉得整理得到 我们答案是2比1 OK OK